给抽宝们看看你们最近寄过来的花都养的怎么样了 还有咱们从网上淘的一些 这个先看不好的吧 这个呢就是有些水大缺光 我给我们静静说 我这千万别缺了水 因为前两天非常热 这两天一降温阳光也不好 静静还是依然坚持去浇水 很勤奋的去浇 结果浇的呢有一些个花就不太好了 尤其是这个浓油煤 这个是有点水多 再下去就被淹死了 这个都水多了 已经上面都淹坏了 我跟他说了 他跟我说 我昨天没浇水 是的 昨天没浇 就前两天太努力了 你像浇水这个是什么 静静跟了咱们有很长时间了 你拍他的笑 浇水这个事 我给花伯们一定说 他不是说 尤其是咱们养花养到多种植物的时候 它浇水的量都是不一样的 你要去观察 你比方说这一颗 是吧 你看它发粘了再去浇 而不粘的时候尽量的少浇 有的花友就是拼命去浇 拼命去浇 尤其是绣球 二十几个东西 他认为是洗水的 就拼命去浇 不是的 你观察它的叶子 最好是怎么着呢 看盆土是不是微干 略微发干了 再看叶子是不是略微发粘了 那个时候你再浇水 浇多了并不好 这一条一条的死 应该别的没啥 水大缺光 最近几天确确实实是 这几个呢 我随便掀插的 随便掀插的 有话说这不死的了吗 或许会死 但是下面那个还会有些 一些个会好着呢 对吧 这个棚里面看样子 湿度是不够 太自信了 盲目自信 这个就是咱们买的 那个夏洛特公主了 最近呢 长势就很正常 在我们棚里面 养袖球的棚 就扔在这不用管它了 好消息是什么呢 龙杵猪啊 现在是已经 发上苗子来了 已经活着了 还有这个沙漠玫瑰 哎 军军这个别老焦了 完成了空空水啊 这样可以给寄回去了 这个活了 已经活了 其实好多的话 老花姨你技术真高 不是 我们有棚 你的话说我没棚 没棚你可以盖一个小一点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到的土比较 哇塞啊 老花姨配方形的这个泥弹组 这是大花葱 到现在还没动静 这花友寄过来的大花葱 现在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花友这个还没动静啊 我们这边可能温度还是不够 这个活了 这种多肉 你看啊 我浇给你进去 这个浇水怎么浇啊 首先你看叶片 叶片比较少的这个 肯定是少浇水的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拉力 它没有这个增红作用 还有一个这种 枝干上比较肉肚肚的 你比方说这种叶片比较肥厚的 也是少浇水 因为它也是 它能够锁住水分 因为它的这个壳里边嘛 那种储存大量的水分 就少浇 等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它不是一概而论的 你像这种阔叶类的呢 尽量的看叶子发粘了再浇 叶子不粘别浇 好吧 还有这个盆景可以多浇一些 目前没啥事 但是浇多了 时间长了也不行 它需要更多的光照 这是一个点啊 浇水的这个点 大家都参考一下 然后呢 就是花友们寄过来的两个桂花 这个是年前寄过来的 现在长了小红叶了 正在薄薄的恢复生长 然后我给它嵌插了几个 这个檀花 长得非常的棒 就是花友寄过来 那一整个檀花 这什么咬了 经过我一年的繁殖 现在有一堆的檀花 那个就也是一个桂花 这也是一个桂花 这个是今年寄过来的 也活了 这个花友的蝴蝶兰 估计要嗝屁了 因为它没有一个芽点了 完了 没细了这个 没什么希望了 它没有地方能长芽子的感觉 哦 是草啊 这个花友的蝴蝶兰 要嗝屁了 已经在驾鹤西区的路上 这个花友的蝴蝶兰 寄过来的时候 是3月8号 来的时候就惨没人主了 死了不赔啊 死了不赔 寄养不要钱 这个也多了 这没有叶的时候 也是少浇水啊 对啊 你像这种 它还是说那句话 没有足够的拉力 没有足够的拉力 你看这已经长新芽了 这个是花友的叫 蓝孔雀秋海棠 2月16号来的 已经在复苏的状态了 干了 焦就行 不干不焦 这个 迷你出了一炒 它让我养了点 现在可以撕肥了 这个可以撕肥了 进行 那么那个花乐多 抓一下 来一把上去就行了 然后到后期 这个东西 它长着长着会出截 一截一截的 跟竹子似的那种感觉 就像龙林春雨 然后呢 往下边长气根 长着长着就 那种张牙舞爪的 那种感觉了 草莓是反反复复地截 截了以后光做贡献 只要一手就被 不知名的动物给吃掉了 或者是虫子 就很烦 这个是那个水仙 叫裙带水仙是吧 围裙水仙 你看这个 已经截了这个种球了 到时候可以播种了 完就截了一个种 看看这个球 长得怎么样了 其实这个时期 可以换个大点的盆了 春天就可以布局 换盆的事了 因为到夏天和秋天的时候 它都会分牙的 这个牵插的估计没啥戏了 感觉像是烧了 感觉像是烧了 什么东西给烧了 这个一擦就活了 这个一擦就要活了 就是这个 花叶熊爪木不上 你看它开始 从边上支撕牙的 你看到没 慢慢的它就圆韵起来了 这个是那个菱兰 菱兰现在长起来了 其他的都蛮好的 这个开花了真漂亮 刚来的时候好难看 咱们一开始都说 都欣赏不良 现在是真好看 真漂亮 现在没啥吧 给它们浏览一圈吧 还有花有寄过来的 安库杜鹃是吗 开箱的 这是咱们开箱的 这个安库冬天可以寄出去了 赶紧嘛 凑着这种含苞带放 给人家寄出去 结的这个梅子 结的这个梅子果 这是鼓里红梅 这个是那个铁蟹莲 你看铁蟹莲来的时候 就感觉那么一丢丢 也是水大了 这个缺肥 但是现在它这个花苞长不起来 现在是缺磷肥的时候 而且叶子长得非常的多 今年光摊长了 一整个的冬天 全部弄到室外的一个牡丹 其实像这种苗情的牡丹 今年养一年 明年开得更壮 这是花有寄过来的 这个也是花有寄过来的 过了年寄过来的 这个已经复苏了 在我这 这两个都可以往回寄了 等于这两天能寄的时候 就给它寄回去吧 你只要是这个 你看它这个大餐花 这边只要有牙子 别给它碰掉了 只要有牙子还能复苏 只要能保证 这一整根的上面 能有一个牙子 能活着就行 那这边也有 只要能有牙子 它就好办 我后期还能再给它 弄得自烦夜帽 如果没有牙子就算了 开花 第一时间掐掉 别问 问就是浪费养分 对对对 都是小鸭的 有的花有 有那个养茶花的淡水 大神还指手画脚的 你这种来了 你不让它缓了 你让它干嘛呀 你现在收拾它干啥呀 等到自烦夜帽时 你再收拾它 对吧 然后可以用 咱们家那个繁肥水 或者是用一些有机肥 其实花儿没养花的时候 最好的肥料 就是一些个肥 就是粪坑里边的那种粪水 对着雨水去浇 最好了 我是准备什么的 它如果说 这一整根的死了 我就去买一个茶花 买一个茶花 我把皮扒了 我把那个皮也扒了 把它俩捏在一起的那种 靠肌 不是架节 是靠肌 靠上去 再拧一拧 也能出这个形 最后把那个一锯 把伤口一处理 一打磨 抛个光打个蜡 盘塔 好了 最近养花的一个总结 觉得不错 其实点个赞 其他想要寄养的 醋宝们可以寄了 可以往那寄了 我老花一 养花最大一 不准点赞啊 白了